大家好,欢迎收看索米生活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芬兰这几年用过的一些精华液 首先我不是一个护肤博主 也不是一个美妆博主 只是最近我发现经过几年的调整 我的护肤是有一点成效的 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几年用过的一些产品 首先就是这款老式的男士修护精华露 它是50毫升妆的 然后我当时是在泰国的免税店买的 那么这款精华它主要就是一个修复的功能 然后我看一下它的配方表 它的配方表主要是有六胜钛 还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提取物 以及海藻提取物这方面的东西 那么它的使用肤感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肤感 像一个比较浓稠的乳液状 然后我自己用的话也没有觉得它有太大的功效 但是它的主打成分六胜钛实际上是一个抗皱的成分 但是我自己用过来 我发现在使用的这几个月里面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用精华液 然后我就发现有可能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 我就开始更加关注我自己的皱纹了 然后我发现用的几个月里面我的皱纹越来越多了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香料是比较偏向于男士的调香 因为它是一个男士品牌 所以我自己个人是不是很喜欢有香味的一些产品 所以我会尽量的去选一些没有香精的产品 所以这一瓶用完之后 我就是无功无过也是就再也没有再回购了 之后我就开始用了另一款的美白精华 它是Lumene 这是芬兰自己的一个品牌 然后我们留学生一般都知道这个品牌 然后有很多女生来到芬兰之后 她也开始用这个品牌了 这个的价格它并不贵 我是当时在一个超市里面买的 它在打折 然后因为它又换一个新包装了 所以就这个旧包装的它是一个清仓大甩卖 当时才9.9欧一瓶 然后换算下来大概80块钱左右吧 但是它一般的原价呢 它官网原价是29.9欧 那这个可能要200多到300左右的价格了 然后因为这个品牌 它是芬兰的一个国名品牌 所以它就是在芬兰的各大商场都有卖 然后也会有经常会有打折 就是基本上你都能找到一个系列 或者两个系列都在打折 然后一般都是至少是20%的折扣 它这个的使用感受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它是比较水润的一种精华 我个人偏向于它是一款保湿精华 而不是一款维C的美白精华 或者是说提亮精华 因为我查过它的配方表 然后它的主打成分是一个新安玄钩子提取物 然后这个新安玄钩子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云霉 这个是在芬兰一个北极的地方 就靠近北极的地方才有的一个霉的种类 估计是它这个提取物里面是有很多维生素C的 但是真正在配方表上面的维生素C呢 它是排在防腐剂之后的 所以我个人对这个的维C的含量不是太乐观 然后我之后就换了蓝阔小黑瓶用 那么蓝阔小黑瓶上一瓶 我是买的一个50毫升的一个套装 然后也是打折的时候买的 一般那个套装的价格是比较高的 然后你可以稍微等待一下 就说不定能拿到一个八折的优惠卷 那这个时候你去买就是非常合适的了 像我一个50毫升的套装一般也就挤 像我一个50毫升加一个眼不精华 加一个小面霜的一个套装 它一般就是500到600人民币左右的一个价格 然后我之后又是买了这一瓶75毫升的 那么这一瓶75毫升我是大概70欧到80欧左右买的 然后也是打折的时候 就是芬兰这边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你每次买一瓶 你在快要买下一瓶的时候 基本上它就打折了 然后这一个的成分 我相信大家已经很熟了 就是那个二列酵母发酵产氯液 是二列酵母发酵产物氯液 然后它的成分也是亚诗兰黛小棕瓶的一个主打成分 但是这一瓶跟小棕瓶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它有酒精 然后比较清爽 因为我是混合偏油一点的皮肤 然后我就比较喜欢清爽一点的 然后这个的香精也没有很重 就是一股淡淡的香味 所以用完这个之后 我自己是感觉比较舒服的 然后我当时第一瓶的时候 我就基本只用了这一瓶精化 其他任何东西我都没有再用了 由于这个小黑瓶它的使用感受很好 所以我就开始对护肤瓶产生了兴趣 因为之前我用过很多 就是那种稍微便宜点的护肤瓶 但是我自己觉得是我用完之后 反而豆爆的比较多了 就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不会选 没有选到比较清爽的 然后它就是比较厚重的一种护肤瓶 然后我就会开始包豆 用完这个之后 我就对这个二列酵母的发酵产物绿液 非常感兴趣 我就找到了雅诗兰代小松品 因为我听说它会更滋润一些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三勺人的套装 也是打折折折买的 然后用完这个之后 我就发现这个不是很适合我 因为它还是就是像之前说的那样 就是它比较滋润 然后我自己是不喜欢这种滋润感的 像之前我用完小黑瓶之后 我的整个肌肤会非常的稳定 但是用完这个之后 就是完全用了跟美用一样 所以我就用完这个三十号成 我也没有再继续买了 最后为了找到这个相同的成分 我又找到了这个BHM 它也是欧莱雅旗下的 也就是跟兰扣是一个母公司 然后我发现它的前几位的成分 跟兰扣小黑瓶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跑去买了这一瓶 然后也是打巴折的时候买的 就是大家如果经常在芬兰逛这种店子的话 都会发现有很多的打巴折的机会 但是这一瓶虽然它跟兰扣小黑瓶的成分几乎一样 但是它比兰扣小黑瓶便宜了大概三分之一 这瓶的使用感受跟兰扣小黑瓶非常相似 但是它这个挤压的泵头是非常不好的 然后因为你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边它是会留下来 然后就是积在这里 然后变得很脏 然后它的香精也是非常的多 每次用我都觉得我自己鼻子要忍耐个几秒钟 然后才能等那个香味消去 所以这一瓶也被我放弃了 在之后呢 我就研究了更多的一些成分 然后为了消费降级 我就找到了这个The Ordinary 然后我也是根据它的成分来找的 那么这一瓶呢 它是一个10%咽血胺 加上1%新的一个精华液 它是30毫升 然后大概是个5-6欧左右 这一瓶的使用感受 我自己觉得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不用其他的后续保养品的话 那这一瓶是非常适合使用的 因为它用完之后会有一个非常清爽 然后让你的脸部达到一个哑光的感觉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一瓶的 因为我的脸有时候出很多的油 但是用完这一瓶之后 我觉得我的脸是非常清爽的 The Ordinary 它是不添加任何香精的嘛 然后就是也就是之前我说的 我不喜欢香精的味道 所以它会有一点点像胶水的味道 但是它的质地也是比较像胶水的 如果你在使用完这个之后 再使用别的东西要小心会搓泥 在买10%咽血胺精华的同时 我也下单了这一瓶 它是一个2%氏黄醇的绞杀丸精华 我当时是看到它是在绞杀丸里面 然后觉得它可能会比较轻肃 然后我就买了 然后买了2% 因为我之前用那个10%的咽血胺 也没有不耐受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比较浓度高的 但是我后来发现 我自己这个绞杀丸还是太油了 我就用了几滴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瓶子上面的日期 是11月27号 但是这是去年的11月27号了 这一瓶还是满的 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根本没有用这一瓶 这一瓶就一直存在那了 然后它是 因为它是维生素A 类维生素A的一个精华 它可能过期比较快 然后它只有6个月的保住期 所以我就丢在那没有动 然后就也没有把它丢掉 在用完以上的精华液以后呢 我又被各大护肤博主种草了这一瓶 就是这个欠碧的10%的维C的精华 那这一瓶我自己是在 我自己是买了两套 然后是在 就是有两盒 然后总共是8支 是在日上上海日上的年事店买的 然后当时也是打折 所以我就下了这个单 然后我自己是总共用完4瓶了 然后现在是还有4瓶在这摆着 然后我自己的使用感受是觉得还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因为它很清爽也没有太重的香精 闻起来是一种那种橙子的新鲜的感觉 它自己上面写的是说你开了之后需要在7天之内用完 但是我自己想了一个办法 我就把它放在冰箱里 然后让它氧化的速度变慢 就是我自己如果每次用的话是挤3到4次 然后但是就是根本用不完 所以我就把它丢在冰箱里 每次每次挤完我就把它丢在冰箱里 这样子它氧化的速度会慢一些 我只是自己这样子想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真的有用 但是我自己看是在外面的柜台里面 就是它这里经常会有东西露出来 所以它是会发黄的 但是如果放在冰箱里面呢 是没有这个迹象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减缓了它的氧化的速度 然后我自己用完4瓶的话 如果是每次用大概两个星期 我确实真的用到了两个星期 就早晚都用 然后那就是我总共用了快两个月 那么在这两个月里面呢 我就可以每天享受到搓皮的乐趣 就是它当时是不会搓皮的 然后我每天去上班 然后坐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 就会可以开始搓这边的皮 就是它真的能让你享受到搓皮的乐趣 然后我还发现一点就是用完这个之后 我当天的脸就是过完几个小时之后会发黄 如果你用清水把你的脸洗一遍的话 你会变得比较白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东西 它氧化了之后会发黄导致了 所以我之后就没有再用了 因为我自己用维生素C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成分 所以我就找到了这个30%维生素C的一个精华 那这个精华它是在一个硅酮里面的质地 网上是说这个硅酮是会阻碍维生素C的一个吸收 所以Theodinary把它加入了30%的维生素C 以此来增加它的吸收量 这一个产品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然后我准备再下单买一瓶 它一次只有三瓶升 然后因为用完之后 就那个硅的感受能让你的脸感到非常非常的滑 然后是一个哑光的质地 那这个成分反正是对皮肤也没有害处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挺舒服的 就是每天用完之后 只要你不用其他的东西 你的脸都是一种哑光的高级的感觉 然后用完之后也不会特别干 因为在芬兰冬天是非常非常干的 我觉得自己用完这个之后 即使我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 也是非常舒服的 但是如果你加其他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会错泥 像我如果在这一瓶之前 用了蓝口小黑瓶的话 我肯定错泥 但是我最近发现 如果用完它之后 再用那个千币的无油小黄油 透明折离的那个小黄油的话 是完全不会错泥的 所以我最近开始这样子叠加着用了 就是一个维C的精华加上一个保湿的折离 那么在用这一瓶的时候呢 你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担心一下的 就是因为它是30%的维生素C 所以它会有一定的刺激性 然后我自己用是前两周到三周 都是每次涂上去就会有那种小针在刺的感觉 但是它的官网说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等你建立了耐受之后呢 你对这种现象就没有太大的感觉了 然后我自己用下来也是如此 就是现在还是会有一点点刺刺的感觉 但是并不会太严重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然后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不同的主题 我不是一个护肤或者是说美妆博主 然后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生活 然后有一些使用产品的一些感受 只是这一期正好碰到了 我用完很多很多的护肤品 然后最近用的护肤品也是比较有效的 因为我自己发现我的整个皮肤状态得到了一个提升 因为我自己会定期的拍一些照片 然后去观察我整个皮肤的状态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自己对比下来是发现我的整个肤质 然后均匀程度都是有提升的 所以我才会给大家分享这些相关的信息 就是真正找到适合你的护肤品 就是真的是有用的 之后还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芬兰生活的一些小经验 就是不仅仅是护肤 然后比如买东西啊 购物啊 然后还有一些特别好用的芬兰产品啊 我都会分享给大家 然后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见